那现在呢我们要来介绍细胞分裂 细胞分裂呢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种呢是产生其他体细胞的有丝分裂 另外一种呢则是从这个生殖的母细胞呢 要产生生殖细胞像是精子卵子的碱数分裂 那今天这一小段呢我们要先来讨论有丝分裂的部分 这个有丝分裂我再说一次就是为了产生其他的体细胞 为了产生体细胞 比如说呢像是我们从受精卵呢不断的分裂分裂分裂 然后一直到你现在的这个大小 那或者是说呢你的皮肤受伤了要长成新的皮肤细胞呢 它进行的呢都是这种一分为二 好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细胞的这种有丝分裂 那碱数分裂我们等一下会讲 它会是一个原本的这个生殖母细胞呢 会变成四个生殖细胞 所以呢碱数分裂是某种程度你可以说是一分为四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一分为二的这个有丝分裂 那细胞呢通常我们可以因着它的分裂呢 我们可以把细胞呢看一个周期 那它的周期呢从分裂之后开始呢 就是先有一个生长期 那这个生长期呢可以分成DNA复制前 DNA复制中或者我们就叫它DNA复制期 也就是它正在复制当中 然后还有DNA复制之后 然后呢准备要进行分裂 在这段时间呢这个细胞呢 它可能呢可以长大 OK细胞呢本身除了可以分裂以外 它呢也可以长大 那到这个准备要分裂之前呢 细胞呢就停止它的生长期啦 那结果呢就一开始先进行细胞核的分裂 核分裂了以后呢会再进行细胞值的分裂 那接下来呢就从原本的一个细胞变成了两个细胞 然后又再进入下一次的循环 又进入了生长期 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DNA又复制了 然后最后呢DNA复制完了又准备要细胞分裂 然后呢又进行了细胞核的分裂 细胞值的分裂 OK那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生长期的时候呢 DNA它可以复制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染色体或者是其实更精确的来说呢 这个染色值呢是松散的 OK 染色值 在生长期呢基本上是松散的 OK 松散的细丝状 好 这跟呢我们最开始上面讲的是一样的 你看即便呢这个染色值丝呢 它已经这边就是进行复制了 对不对 从这里到这里就已经是进行一个复制的过程 可是呢它还是松散的 一直到呢准备要分裂的时候呢 染色值丝才会浓缩 就变成了这个在光学显微镜下看得到的染色体 好 所以呢我们继续看回来 那在分裂期的时候呢 就会是成为这个什么紧密缠绕 紧密缠绕浓缩的这个染色体 浓缩 的染色体 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细胞在进行的细胞周期是生长期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你不容易随便在光学显微镜下就会看到染色体 只要它刚刚好遇到分裂期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个细胞呢 有丝分裂的这个过程 那有丝分裂的过程呢我们就自己来画一下 鼓励各位同学你也自己呢可以来画画看 我们原本呢如果一开始是有一个细胞的话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细胞呢它会有呢细胞核 那细胞核里面呢会有这个所谓的同源染色体 所以我们来画一下 比如说长这样子好了 然后另外一对呢长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呢就只画两对 那么注意到我刻意的呢画的是细细的 因为一般状况里面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染色直丝 就是应该是这种细丝状的 那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介绍过一种包器 叫做中心力 OK那这个中心力呢很有趣 它呢就会在细胞核的附近 OK我们画一下有一个中心力 好我们姑且用这个黄色的呢 在旁边呢画在旁边中心力 那然后呢接下来会先开始要发生了一些事情呢 就是细胞里面的这些DNA呢会开始复制 等一下我们画一下把这个细胞呢画得大一点 细胞有生长而且DNA呢开始复制 而且DNA复制完旁边的这个中心力呢 其实呢也会跟着复制 那我们先来画这个DNA的复制好了 我们画一下每条蓝色的旁边呢 我们就用绿色 好它复制另外一条 那这个绿色就是这个蓝色的什么 姐妹染色分体 那我们呢这个粉红色呢比较长的这种呢 我们就旁边画黄色的 这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呢 是他们红色 粉红色跟黄色呢 则也是互为这个染色分体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都还是处于比较松散的染色直丝的状态 OK那这时候呢 这个中心力呢很有趣 它呢也会怎么样呢 它也会复制 OK 变成两个 而且这时候更有趣的地方来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核 它不是有核膜吗 它这个核膜呢 就会慢慢慢慢的打开 OK就变成像这样子 我们这边画很多小的洞洞 这个核膜呢 就会开始有点像是溶解掉了 OK 它就这样子呢 有点散开了 那这个时候呢 整个细胞呢 接下来它的核膜几乎就变不见了 OK 细胞核膜就变得不见了 然后呢 这个中心力呢很有趣 它会往细胞的两端跑 所以这时候中心力呢 就跑到类似这边了 OK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染色直丝 它就真的会开始浓缩了哦 所以呢 原本这上面是小丝状而已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变成了 像是染色体的样子 那我们把它画一下 哦 这个呢 互为姐妹染色分体 然后呢 蓝色跟蓝色呢 是同源染色体 那同样的呢 原本的这个粉红色呢 它也浓缩了 它也浓缩了 OK 然后 然后它跟这个黄色的姐妹染色分体呢 也是 连在一块 那记得 中间会有一个连在一起的点 叫做什么 OK 记不记得这个中间这个点叫什么 叫做终结 OK 终结 好 那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呢 就是呢 这个中心力呢 它会射出一些东西 叫做纺锤丝 OK 它会射出一些东西 叫做纺锤丝 那这些纺锤丝呢 会尝试呢 要去连结 这个 染色体的这个终结 OK 它就会这样子 尝试要去连结 这个终结 然后呢 它会把这整个细胞呢 里面的这个染色体呢 拉到正中间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继续画在这里 好 这边就很有趣咯 这边呢 也是一样 我们画一下整个中心力 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我们的染色体呢 你就会发现 它就在中间排排站 好 中间排排站 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画 粉红色的比较长一点 白 再来呢 是黄色的 也是比较长一点 空间有点有限 所以我们画的不是那么完美 没关系 那这终结呢 都有这个终结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纺锤丝 我们刚刚讲过 它就连到了我们的终结 那它连上去终结的这个点呢 其实呢 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 着丝点 那没有关系 这些呢 我们等一下都会再 更细的把这些名词介绍 那我现在重点是先把过程讲给大家听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当它连好了以后呢 接下来纺锤丝就会缩短 纺锤丝就会缩短 那缩短了以后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纺锤丝一边在缩短 细胞呢 就开始有点像是想要分裂的感觉了 所以呢 我们画一下纺锤丝 好 我们这边再把中心力画一下 好 那纺锤丝呢 现在都缩短了 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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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它们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各自呢 把这个 啊 彼此之间这个姐妹染色体呢 给它拉开 OK 所以呢 你看呢 哎 这个蓝色的就被拉过来这里了 这个蓝色的 好 然后呢 旁边的呢 这个绿色呢 就另外一个这个姐妹染色体呢 好 就留在那边 然后呢 这边呢 粉红色的 好 在这里 也被拉过来了 然后呢 另外一边呢 也被拉开了 好 所以呢 你就发现呢 哎 这个染色 呃 姐妹染色分体呢 就互相分离 这个纺锤丝呢 缩短了 就把它拉过去 那等到这个过程 结束之后呢 哎 我们的合模呢 就会慢慢慢慢的 又要形成了 OK 慢慢慢慢的形成 然后最后呢 就怎么样 就回头 产生一个 一模一样 回到呢 我们最原始的状况 我们呢 就给它 复制一下 好 就产生了 另外一个 一模一样的 这个细胞 有没有发现 OK 你就呢 产生了另外一个 一模一样的细胞 好 所以呢 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呢 整个 细胞分裂的过程呢 用这个简图来描述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cycle 里面的重要的名词 这个周期里面重要的名词呢 再跟大家呈现一遍 那现在呢 鼓励大家 练习自己画看看 这个图哦 阿姨